日前 香港理工大学宣布该校跨学科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便携式新冠病毒检测仪 引发关注 4月14号 研究团队负责人 香港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主任叶瑟平在接受中心社记者连线专访时介绍 该仪器重约2.4公斤 底盘为边长约21厘米的正方形 高约10.5厘米 便于携带 检测仪可在25分钟内确认新冠病毒阳新样本 40分钟内完成检测 结果凭肉眼就可辨识 一直都不变直线那些是阴性的 去到40分钟 你在那个仪器里拿出来 你肉眼看到结果的 原先那个测试剂是红色溶液来的 没有沉淀红色的 如果那个标本是阴性的话 你40分钟之后拿出来看 它都是红色 没有变化的 但如果它是阳色 它的溶液面是清的 但底部有些红色的沉淀物 叶瑟品表示 这一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团队利用研发出的金纳米粒子 作为核酸扩增显示剂 在缩短时间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精准的新冠病毒检测 我们新的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金纳米 在我们的测试 其实用一个抗争的方法 我们的RTLAM 再加上我们自己研发的金纳米粒子 如果RTPCR 一般要讲两至四个钟 但现在我们RTLAM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就大约是十至二十分钟 它就可以抗争到 让我们见到的变化 据悉 理大团队在2020年获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拨款 于270万港元 开展相关研究 目前检测仪可最多同时检测四个样本 采集样本后 在现场即可进行检测 叶瑟品表示 希望该研究成果 未来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运用 我们变窥式 技师姐说 其实我不需要测试在传统的发验室做 我去机场 海关 检测处 酒店 戏院 或者共同工作空间 学校 医生诊所 就是它没有传统的实验室 但我又想知道 这个是第一个要求 我们可以做到 据悉 该检测仪的临床样本测试结果 与反转路聚合酶连锁反应标准完全吻合 其灵敏度及特异度均能达至百分之百 与现实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黄金标准看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